最近也来看看日本学者小丽媛心信 他是怎么样来分析的 他说这一次补选 当然民进党胜选对民进党有利 对国民党则是敲响了警钟 可是要注意并没有改变势力结构 接下来总统选举的开局 还是五五波的局势 当然蓝绿都不能大意 可是朱贤我想要讲的是说 其实这一整个补选的过程 我们看到大环境是对国民党比较有利的 尤其又在南投市最大的票仓 许淑华大本营 集集也是林明珍的大本营 其实这些所有的优势都在林明珍的身上 但是最后更先选到输 所以这真的是总结来讲 蔡培慧跟林明珍两个人这样对决 候选人的个人条件真的是很重要的 来 主席怎么看 因为我听起来所有理由都你们说了 我现在也要重复了 这些输费你们都说了 但是我说两个好的两个失败 第一个好的就是说 其实这一整对民进党的输出 真的有帮助 因为本来一直输下去嘛 就去年12月12月之后 然后再補算 每次都输 其实这一次如果输 真的大家对赖清德 不管谁要选总统 真的会害怕 就崩盘 民进党会崩盘 所以这些东西把紫叠灰伸起来 所以这对民进党是全国的 这是很高励性的 这是一个很值得庆幸的事 第二个当然要肯定蔡培慧本人 我用板筷来解释他这次贏了 就是说他的学历经历 过去打命这样也有表现 还这么努力 其实这个都是年轻人喜欢的样子 我刚才倒门 不然不是从林明臻出来 那都是一个对比的案子 那都是男孩 那是男孩要算 这个就是年轻人会讨厌的 所以这一次 这次補算白色的板筷 我在想南投至海也有10% 这种少年票 我说白色板筷 本来都会比较压藍的 这次不压了 这个他就 那个蔡培慧就赢了嘛 所以用板筷开始也会通 可是我要提醒一下 现在要说白色 开始第一件 第一个这个投票率不高 46%其实总结你还一年 在国外的代算 投票率是都会较到70% 你这46到70中间差在哪里 就是有一些白的会跑进来 所以未来这几个月很重要 那 还有一个我说很世俗的 就是对于说 如果比较少人 记载的人都知道 我告诉你 国民党这次的书 就是大义施精座 他想说他的状 不开载 我说那些有的人听 就是 治疗不压力 国民党在经营地方 他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民党下就是在在治疗下 最后用治疗 有利益关系 这队有什么好康 就让条子都优先 所以他又已经有一个利益团体 但是参加的是 这些条子会继续那些条子 要撒钱 说实话 这些我们算太久都在 要贏钱那不是小钱 是一笔大钱 那个芹菜 如果说像本来的 南道官这些都算出 这些人也要几千万 撒下去 大家才会拿到500 一千 那个动员率就出来了 我 那为什么这是 我判断他没有撒下去 是什么原因 有两个人来很重要 第一个 两星期前有一个林姓儿的事件 有没有 台北市议员 结果被抓 而且他说 他不是他买的啊 是一个那个 中华 小敬田 小敬田 台北 我 我说 監柴哥哥你这样也 动算不好啊 这个吓到很多人 我在买整包 买 买 我 我真的 我期待说未来一年 所有的那个检调 认真的抓 把那之前发生的都逮出来 说这会组织国民党买票 国民党如果不买 我可能会说 不太厉害 这个参加不少有用钱 买就有 但这次那个 林明珍为什么没有 我判断他没有发下去 为什么 第一个 林姓这个事情也会给 包括他本人跟他的调开一些 惊吓 要不要 这买下去 那满布尼党调说 我们直播 我们稍微看 好 好 用词 稍微看他 辅语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纯十九月而已 买也不合 这个很简单的 做十九月是不算的 如果国民党当时看我瘟掉 才叫我说要做十九月 所以他本来也说十九月 他也不算 这到来他就是可能没开下去 那没开下去就是没掉 我跟你说 国民党如果没开下去就是没掉 这个朱贤的意思就是说 看起来能够瘟雅啦 所以投入的资源没有到那么多 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在骂国民党 其实国民党他们的经验方式 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刺了很多条件 结果后发到危险的是 这个治疗再压下去 诶 那个就会浮出十%出来啊 所以你这个四十六 你如果跟他加国民党 用花钱的买了十%这样 游民政还是过啊 不要太乐观 我现在这个观点是要跟你讲 不要太乐观 然后投票率那么低 你不要拿来类比 那个一年后的大选 这不一样 所以国民党还是很强硬的对手 希望那个民党也要努力